清朝咸丰年间 辽宁西北 靠近内蒙古地界的人们洗食马肉 大量的蒙古肉马被贩运过来 一个叫混湖口的小镇 成了马肉的集散地 这里有一个方圆数百里内最大的马市 当地人的这一独特风俗 不但让这个小镇人流如枝 商骨云集 而且还催生出一门绝技 独马 独马的高手看一眼活马 就能估计出多少肉 多少骨头 多少斤 把马杀掉后 以估得准为胜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莲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马贩们多是离家在外跑生意 挣了钱就拿出点压上乐一乐 在马市的东南角有个马肉铺 这肉铺的主人 就是独马的顶级高手张德瑞 一匹肉马 他能估计的上下差不出三两 人称张三两 清明节前的这天晚上 张德瑞关好了店门 打发了伙计 就上床睡觉了 不知睡到何时 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 他问了几声谁 可是没人回答 敲门声还在继续 张德瑞估计这个敲门人 可能是个笼子 他提着灯笼打开门一看 门外立着一匹黑马 马上端坐着一个老汉 这个老汉果然是又聋又牙 而且骑的还是一匹虾马 张德瑞连说带笔话 问老汉有什么事 龙老汉搞明白了他的意思 从怀里掏出一个直卷 打开举到了张德瑞的眼前 只见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老朽不才 明天和你赌马 张德瑞一看 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人必有高忌 看来这个人一定大有来头 张德瑞已经好久没赌马了 因为逢赌必赢 已经没人敢跟他赌了 没等张德瑞回答赌不赌 龙老汉已经调转马头 独自走了 第二天一早 天下起了牛毛细雨 镇子上的人听说张德瑞要赌马 都来看热闹 也想跟着压一把 他们把张德瑞的铺子 围了个水泄不通 等了一上午人没来 过了中午雨停了人还没来 到了晚上 看客们的赌星消耗带尽 纷纷走了 张德瑞也觉得 让一个笼子给耍了 关门想睡觉 可是他回到里屋才发现 夫人李琴儿不见了 他下的到处找也没找到 张德瑞正在着急的时候 大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那个神秘人骑着瞎马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个 骑着白马的翩翩白衣少年 张德瑞只好先上前抱拳拱手问 不知道今晚怎么个赌法 龙老汉一旁的白衣少年说 我师父要和你来个决赌 张德瑞听了眉头紧皱 不用问 这是来找茬的 因为决赌几乎等同于赌命 是要见血的 谁输掉了 就要拿自己的骨肉 来弥补姑错的差额 张德瑞眼珠一转 盲唤成笑脸 说道 我知道两位是不会失约的 所以已经备下了酒肉 先吃饱喝足再谈打赌的事 龙老汉双眼紧闭 白衣少年说 我师父就知道你不敢打这个赌 所以事前有了准备 这个赌你不打是不行的 因为我师父今天结了你的家眷 白衣少年说着 拿出了一个翡翠镯子 张德瑞一看 正是他给夫人的定情之物 心下十二分的后悔 白衣少年说 如果你赌赢了 家眷平安奉还 但是输了的话 就要按照规矩办 张德瑞咬咬牙 赌就赌 他领着二人进了院子 长起了灯火 白衣少年牵过那匹白马 这是一匹上好的肉马 张德瑞仔细看了看 心中估摸了半天 说出了三个数字 白衣少年跟师父比划了一阵子 只见龙老汉手一抖 刀光一闪 那匹白马当时就倒了下去 血流出来 龙老汉又一刀下去 竟把四个马蹄骑刷刷削了下来 白衣少年说 我师父说你输了 你少估了四个马蹄 现在马身上的肉骨头合金 正好是你说的重量 张德瑞每天都杀马卖肉 事先都要估计一下 很少有差错 他过去除掉了马的内脏 一称果然如白衣少年所言 不由的心里大吃一惊 按规矩 这可是要剁掉他的双手双脚啊 张德瑞当然不甘心变成残废 他趁师徒二人不注意 一刀飞了过去 可是这一刀却让龙老汉 接在了手上 双方撕破脸 张德瑞上马操刀 和龙老汉拼死一搏 打了十几个回合 张德瑞站不到一点上风 他眼珠一转 何不将灯火灭了 龙老汉看不见又听不着 杀了他还不是一如反掌 想到此处 张德瑞挥挥刀 就将灯都挥灭了 四周一下子黑了下来 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凭声音分辨对手的方位 张德瑞自以为得手 大胆出击厮杀起来 可是他的马却不听实话了 对方的马却能行走自如 张德瑞心里一惊 这才想到 对方那匹马可不是什么虾马 那是一匹从小训练出来的夜行马 那马的眼睛是人为缝上的 张德瑞心里窃了三分 下手也弱了几分 没几个回合就让老汉把刀磕飞了 他也被震落马下 白衣少年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灯也被重新点燃了 夜响雨 经过这些年良心的煎熬 你知错了吗 张德瑞没想到这个老汉不隆不雅 而且声音竟如此熟悉 他一下子想起来了 师父 您还活着 弟子知罪 二十八年前 张德瑞教夜响雨 那时他还是一个心怀大志的年轻人 一心想出人头地 就到了千朵莲花山 拜在李公常的门下 同门的师兄弟总共九人 他排在最尾 李公堂要在这九个人中挑选一个 成为他的传人 不言而喻 选中的这个人 不但会得到李掌门的真传 而且还能得到掌门女儿李亲儿的爱情 所以这几个人不但勤学苦练 而且各怀心机 这个李掌门除了武功盖世之外 还有一门绝技 就是看到一匹马 就能知道这匹马出多少马肉 但是这门绝技他从不外传 这天 叶祥宇找到李掌门 说 师父 徒儿已经悟出了您的绝技 请师父一试 师父让他牵来一匹马 一试 叶祥宇说的果然差不多 李掌门一见叶祥宇机灵又有悟性 就决定让他作为自己的传人 从此后 李掌门让叶祥宇跟女儿李亲儿一起练功 两年后 叶祥宇的武功大有长进 何小师妹更是两情相悦 表面上叶祥宇春风得意 可是他的内心一直很矛盾 因为他并没有悟出师父的绝技 只不过是事先杀了一匹一模一样的马 撑好了重量 才说对了的 如果不说出自己的秘密 可能这辈子也学不到师父的绝技了 说出来又怕师父怪罪下来 有一次 叶祥宇和师父一起进山采药 他想只有学到师父的绝技 才能巩固住自己的地位 这才说出了实话 叶祥宇料定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师父只能把绝技传授给他 师父并没怪他 但是也没说教他 只是说 你已经误到了赌马的技巧 赌马没有诀窍 全凭个人的磨炼感悟出来 叶祥宇听了心叫不好 以为师父这是推托 不愿再教他了 看样子和李钦儿的事也没希望了 回去的路上 走过山顶悬崖的时候 叶祥宇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 现在的师父对自己的虔诚和爱情 都是致命的威胁 他决定把师父推下山崖 但是在他刚要动手时 师父已经看出来了 就在他犹豫是推师父一把 还是拉师父一把时 师父自己一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下面是万丈深渊 他知道师父没命了 就回去报信去了 他们找遍了山谷 也没找到师父的尸体 后来 同门师兄不服他 叶祥宇领着李钦儿 隐姓埋名到了这个小镇子上 李钦儿已经有了身孕 不久生下一个男孩 但是后来 这个孩子却莫名其妙地丢了 叶祥宇以贩卖马肉生活 每天看到妻子李钦儿 就会想起师父 他生为自己的过错自责 没想到师父没死 事隔这么多年 还会找上门来 叶祥宇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晚 把事情都跟师父说了 师父听完长叹一声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但其实灭祖是大忌 我来这里是让你受一些皮肉之苦的 还是按规矩办吧 叶祥宇拿起刀 看了看自己的脚 他双眼一闭 一刀下去 双脚剁了下来 叶祥宇又看一眼自己的左手 一刀也砍了下来 叶祥宇放下刀 让刀刃朝上 然后举起右手 向刀刃猛挥了下去 此事已经了断 咱们走吧 说完 师父和那个白衣少年走了 叶祥宇的手脚疼痛难忍 他后悔自己的当初 越想越觉得没脸见人 就想自己了断算了 可是现在连自行了断也不能了 叶祥宇一急晕了过去 等他醒过来时 天已经见亮了 叶祥宇发现自己的手和脚还是好好的 你醒了 师夫人在后面说话 叶祥宇惊讶地问 秦儿 你去哪里了 我去山神庙里上香去了 我的诚意感动了山神 意外地碰上了咱们的儿子 就没来得及回来 儿子 你说儿子回来了 夫人指给他看 叶祥宇一看 门外站着的 正是昨晚的那个翩翩白衣少年 孩子 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 我到山里跟师父学武艺去了 对了 师父让我把这个给你 白衣少年拿出一张纸条来 叶祥宇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老朽不才 明天和你赌马 这正是前晚他看到的那个 叶祥宇又仔细看了看 发现后面还有一行小字 当年我已经看出你的心思 为了不让你以后背上骂名 所以抢在你动手之前 我自己先摔下了悬崖 师父 叶祥宇头一晕 原来在他还没有自残之前 师父就已经原谅他了 师爷总被人称为宋棍 老师爷对小师爷讲述办事之经验 说是诉讼要想叫原告圣时 就说他如不真是吃了亏 是不会来打官司的 要想叫被告圣时 便说原告率先撞诉 可见见诵 如果掌幼相诵 则年掌者曰 为何欺武弱者 则幼者胜 则年幼者曰 若不敬长老 则长者胜 这就是所谓的师爷笔法 清贤丰年间 陈州县衙事业柳先爵 就是一个例子 柳家为乡间一般人家 柳先爵自幼读书 天资聪慧 机智而有辩才 十几岁就能给人写诉状 其语言精变 逻辑严密 无懈可击 有一次假告乙的 杨肯甲的卖描 仙太爷一看十分恼火 准备冲判乙的罪 但一看辩词 又觉得不妥 辩词上写着 寒冬腊月 地动如铁 绝透绝不动 杨能吃卖吗 仙太爷一想有道理 结果判贾为诬告 贾心中不服 也找柳为琴写辩词 呈给仙太爷 仙太爷一看辩词写道 气呵呵 啼啪啪 一口卖疙瘩 前腿啪 后腿蹬 杨肯卖描如拔粗 太爷觉得辩词说得很有道理 就问贾以二人的状子 是谁写的 二人都说是柳先爵 仙太爷心中有点火气 派人去把柳先爵叫来 仙太爷想着人一定是个老学究 谁知来到大堂的 却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 仙太爷向柳提出一连串难题 想难倒柳先爵 不料柳先爵对答如流 仙太爷看难不倒他 觉得很丢面子 叹气道 你如此锋芒毕露 何时能坐到我这个位子上 这句话对柳先爵打击很大 回家本想发愤读书考取功名 不想家中却供应不起了 万般无奈 只好外出谋职 他先在晚地一个县里当师爷 几年后 才辗转回到陈州 柳先爵回到陈州的时候 当初那位刺激他的仙太爷已经调离 眼下的陈州之县姓林 叫林世傲 林之县也很年轻 只比柳先爵年长一岁 算是新榜进士 刚放任陈州不久 更令人奇怪的是 两个人不但岁数相当 长相也相差不多 无论从个头胖瘦 脸盘眼睛 都有些相似之处 某一看很像弟兄俩 所以这林世傲很乐意 柳先爵当师爷 一般当师爷 多愿意碰上婚官 而林世傲 却是一位正直的清官 有一天 柳先爵对林世傲说 你若是婚官 我才有机会吃了原告吃被告 现在不行了 你可阻了我的财路 林之县笑道 这你就不懂了 若是婚官 他定贪钱财 你虽然吃了原告和被告 但还得孝敬当权者 这就使所得的银梁 有了水分 而今你碰上我 若想吃原告或被告 一定是纯利了 柳先爵说 我原来跟人当师爷 总能得些外财 今日碰上你 所剩积蓄眼见要吃光 看来我要当穷师爷了 林世傲想想也是 便道 想涨心水便明说 何必都圈子呢 说完 二人大笑不止 柳先爵升为师爷 跟着啥人学啥样 也成了两袖清风 坚持正义的好师爷 这时候 洪秀全在金田起义 成立太平军 北方年党借机行事 纷纷响应 1852年 张洛行在泊州聚众起义 迎接太平军北伐 1855年 各地碾军首领于沃阳举行会议 推张洛行为盟主 以沃阳为中心 建国号大汉 称大汉明命王 分白 红 黑 蓝 黄 五色 其统领各军 扩充地盘 他们西征的第一要阵 就是沉州城 可惜 张洛行们碰上一块硬骨头 这当然公归于林世傲的廉政 沉州人很明白 无论何人当政 碰上一任清官总是不义的 当初陈胜建都沉州 并未给沉州人带来什么好处 倒是清官包拯 曾几次救助沉州人 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 沉州人很有清官意识 碾军就吃了这个亏 尽管他们竭力宣传推翻清政府 建立新政权有如何如何的好处 但沉州人不信 他们只信林世傲 随着林之县的令下 全城军民同仇敌忾 坚守城池 阻挡了碾军西进州口的要道 碾军首领张洛兴很是恼火 他做梦也未想到 习征第一仗会打得如此糟糕 大伤了起义军的士气 张洛兴调集了白旗和红旗的主力部队 扬言要活捉林世傲 血洗沉州城 战斗打得很苦 一连打了半月有余 由于朝廷援兵不济 沉州城内断水断粮 终于寡不敌众 难以再守 林世傲派人送出信息 对张洛兴说 只要不杀沉州百姓 他愿意任免军随意发落 张洛兴为顾全大局 答应了他的条件 林世傲整衣服官 走出县衙 给沉州百姓扣了三个响头 不想沉州百姓齐刷刷跪倒 阻住了林世傲的去路 他们说甘愿人头落地 不愿父母官为民训身 林世傲感动得泪流满面 说自己一人合足挂齿 身为父母官 绝不能让自己的百姓再遭涂炭 可是沉州百姓越聚越多 跪满了几条街 任林知县苦口婆心地解释劝说 众人仍是常跪不起 望着这杆人的场面 柳先爵赶到 报答林世傲之欲之恩的时候到了 便说 大人 让我替你前行吧 万般无奈 林世傲只得答应了柳先爵 柳先爵换上官服 化妆成林知县模样 让人细下城楼 然后大意凛然地走进了张洛行的大帐 柳先爵原想替林世傲舍命救百姓 不料这张洛行极爱人才 竟不计前嫌 设宴招待林青天 并执意留他在起义居内当谋士 这一下 柳先爵傻了眼 如不答应 张洛行会当即变卦血洗沉舟 如果答应 林知县变成了将官 肯定会生败名裂 怎奈又不能说破 更没办法向林知县请示 而张洛行已高举酒杯 单等与他碰杯庆贺 万般无奈 柳先爵只好代替林世傲 答应了张洛行 参加了起义军 清政府虽然援兵不及 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却十分灵通 一时间 陈州支线林世傲 投降碾军的消息 便传便朝野 张洛行为古事器 更是大肆宣扬 并写了奏折 承报道天王府 为林世傲讨官职 林世傲做梦也未想到 会是这种结局 他原想如果柳先爵 代替自己 为陈州百姓牺牲 事后必将奏鸣皇上 追封柳先爵为英雄 这下可好 一转眼自己竟从 正七品官变成了将官 想来想去 就觉得自己 无论如何也难以说清 又加上平常两袖清风 没为一个可靠的后台 为自己辩解 就觉得仕途无望 便身被判明 改名幻境隐藏了起来 再后来 碾军失败 柳先爵被活捉 押解陈州 审讯他的正是当初 说他锋芒毕露的 那个陈州老之县 老之县姓田 早已由正七品 升为五品 任知府 知府田大人还记得 同辽林世傲 问他当初为何要投降碾军 那时候的柳先爵 已升为碾军的领导人之一 但他一直引名埋姓 用的仍是林世傲的名讳 由于时间长了 他把自己也真的当成了林世傲 直到看到姓田老父母官 才突然想起自己是柳先爵 由于想起了自己是柳先爵 也随即想起了 这姓田的当初说的那句话 便笑了笑说 老大人 你可记得有一个名叫柳先爵的人 田之府想了想说 记得 那柳先爵年轻气盛 锋芒毕露 成不了什么大气 柳先爵笑道 大人 实不相瞒 我就是那不能成大气的柳先爵 当初为拯救陈州百姓 由我刘某人化妆成林大人 与张洛行会面的 原想刘一世英明 杀身成人 不想那张大帅非但不杀我 还唯以重任 实乃是沾了林青天的光芽 不想田之府听后并不惊讶 面色郁家冰冷地说道 你说的这些老夫早已知晓 当初林世傲答应你当替身 乃是最大的失策 若真的林世傲走进了张洛行的大仗 他是绝不会投降 被判臣之罪名的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如此草率地糟蹋别人的英明 那林世傲至今潜逃在外 并遭到加灭九族之严惩 死了两百多口人啊 柳先爵一听 如炸雷鸡鼎呆然如痴 当初我说过一句刺伤你的话 你还觉得挺委屈 自古民有民俗官有官道 你没坐到我这位置 不知官之厉害 大清的乌纱 戴上如沽 摘取流血 当初你虽然与林世傲长相相仿 并穿上了官服 戴上了花铃 但骨子里 只是一个朱笔失业的素质和教养 所以才害人害己啊 柳先爵听得面色惨白 心如滴血 经不住仰天长笑 林大人 小人对不起您呀 言必扑通跪地 给田大人磕了几个血头 哭喊道 田大人 今日我死已定 只求能为林大人证明呀 田大人望了柳先爵一眼 冷笑道 你说得轻巧 若为林大人证明 那皇上的脸面往哪儿割 官场之事 清楚不了糊涂不了 你二人也只好将错就错了 柳先爵一哭无泪 几日后 开展判官林世傲 陈州人不忘林青天的恩德 也不忘柳师爷的勇敢 十里长街 如下了酷血 直到那一刻 柳先爵才觉得自己不往来世上一遭 那一天 真正的林世傲也化妆进城 来看自己备展 望见十里长街的情景 和血染刑场的惨状 百感交集 此后 大病了一场 差点儿也送了性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